我們來試試看 你如果想要生成這一種的 我問一下大家 你應該有看過這種圖片吧 就是很多關鍵字組合起來的 像這一種 那這裡呢 有我的那個教學的文章 你可以把我的教學文章把它打開 就上面那個連結 上面那個連結 這個 這個連結你可以把它打開 有沒有 就進到我的文章裡面來了 好 那這種圖片其實還蠻常見的 其實做這種圖最難的是什麼 關鍵字啊 對不對 你要不要收集很多關鍵字 要 如果你想做這個 該怎麼做 這種枯燥無聊的事情要找誰幫忙 當然是找AI幫忙啊 對不對 不然我們做這種圖 最大的痛苦就是把這件事打進去 所以你要完成這種 來 請跟著我一起來玩玩看 好 你可以找ChipGT 你找 ChipApple 都可以 都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有一個雲端服務 他可以幫我們 就是說你收集好關鍵字之後 你就可以進到 這個雲端服務裡面來 他就可以很快的幫你生成你要的形狀 用你的關鍵字生成你想要的形狀這樣子 這樣OK嗎 嗯 了解了齁 我們來看一下囉 那首先呢 你往下走一下 就是 看我那個文章 往下走 往下走 找到第二大項 我在這邊我是用 ChipGT 請他幫我收集 20個國家語言 或50個國家語言 我有兩個版本 看你要用哪一個 等一下你可以自己改 你可以自己改 看你要 要做哪一種的那個關鍵字都可以 好 我就請他 幫我寫這個 請謝謝對不起我愛你這四個字的 20個國家語言 或50個國家語言的版本 嘿 好 那你看我們把他打開囉 來 打開他 好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對話有沒有跟著就出來了 這樣知道為什麼要保留 跟AI的對話了 有沒有很方便 保留起來 你可以看到 我完整跟他對話的過程 對不對 而且重點是 你還可以直接改 好 今天如果你看喔 在這裡 這個是Checked Everywhere 他不用登錄就可以用 你看 看到這個的就是我問他的 看到這個就是他回答的 好 你看我請他幫我用 這個寫出來 而且我請他 幫我用表格的方式 是不是列出來 為什麼先用表格 其實不是我們需要表格的資料 而是 我先利用表格來確認一下他給我資料正不正確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請問 AI給你的答案都是正確的嗎 所以其實你們 留意一下 只要你 使用任何一個 AI的 這些服務 他開中 使用名義第一件事情就會告訴你 AI生成的內容有可能出現錯誤 請自行 確認 你口派的那邊有沒有 有呢 你們剛剛只是沒有注意過 如果你開個新的對話的時候 然後 來 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 使用AI檢查錯誤 這樣了解嗎 有的會告訴你 就是再更明確一點 好 那 所以呢 你如果 不要我這個內容 你就按下面 有沒有個編輯 自己改掉 你不見到這幾個啊 你想要找其他的關鍵字 就請他幫你找好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你如果不是用語言的 你也可以 就是請他幫你找 比如說關於AI 我想要有 500個關鍵字 他就會想辦法幫你列出500個關鍵字 這樣清楚了 好 如果好了你就按提交 那下面內容他就會清掉 好所以這個是 保留對話很方便的地方 那如果你自己修改完了 你要保留下來可不可以 請到右上角這邊 你看一下喔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分享 你就可以再把你自己的版本 有沒有 右上角這裡 按下去他就問你 你要保留可以但是要傳到我們server上 你按確定 他就會幫你 取得一個連結 這樣知道我的連結怎麼拿來的吧 這樣會的齁 所以 其實很好用就是你完全不用登錄 就可以 直接分享這個內容了 所以你看我 請他幫我這樣做好了之後 在下面這邊 我就來檢查看看 好英語 還好我看得懂 就先確認一下英文的對不對 西班牙文看不懂 中文至少看得懂 對吧 你可以先檢查一下 確認 這樣子 得到的這個內容是不是你要的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跟AI怎麼做溝通呢 AI除了文字的單純的打 你也可以 請他用表格式的列出來 其實這個很方便 來看看喔 如果你 覺得好了 這個沒問題了 那我在下面這邊 我請他幫我做一件事情 你看一下 因為我剛用表格只是為了檢查方便 可是我真正需要的資料事實上是他 就所有文字都放在一起 中間用空格格開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第二件事情 請他把我 不同語言的每個字 有沒有用半情的空格格開 讓我知道說這是分開的這樣就好了 你該不會想要 開始打開握的然後一個一個慢慢貼吧 這種事情 找AI幫忙比較快 好嗎 所以你看我請他幫我整理在同一個段落裡面喔 有沒有 所以 有沒有下面這裡我就得到所有剛剛上面表格的那些內容了 我要的是這個 這樣清楚了 好那 要怎麼複製起來 各位同學 千萬不要幹傻事喔 看著他這樣拉拉拉拉到這裡 這是一種傻事好嗎 幹嘛一定要這麼辛苦呢 你滑過去之後明明人家後面就有這個 直接複製整段就複製走了好不好 好滑到旁邊來 就有了 所以麻煩你幫我複製一下 按一下 對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OK了嗎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那篇文章 來回到這個文章來 請你回到 回到回到 上面 有一個1 對不對 你幫我找第2個 這個 不是不是簡報 是 那篇文章的上面有一個1 大寫的1 國字1 這裡有一個 我們要用到的 線上的雲端服 有沒有看到 來來來 你看 再看一下 這裡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這裡 簡報的第25頁 好你點開這個 這篇文章 那你就可以往下捲動 剛剛在這裡往下捲動 有沒有看到1 在這裡有一個 這個 請你幫我打開這個網址 好 這個網址你進來之後啊 你看一下 他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沒有關係 一開始在這邊 有一個 他的說明 你就來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叉叉 把它關閉就好了 有沒有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叉叉 來關掉 這樣你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你看下面 有沒有就這個 有看到用那個 關鍵字組成的吧 對不對 好 那 每個人進來的圖案都不見得一樣啦 所以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可以改 好 那你看喔 我們剛剛不是複製了那些關鍵字嗎 所以請到左手邊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 叫做 Wall list 就是那個文字的列表 你就告訴他 我要從 這個 文字裡面把它抓出來 我們剛剛那段文字 用空一格 就是讓他可以分辨這是不同的 關鍵字 這樣了解 你如果通通黏在一起 他就不知道要從哪裡斷掉 好 所以你就 按下這個 這個 這個 OK 你把你的文字貼上去 有沒有貼進來 好 貼好了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Apply 套用一下 這個 右下角 有一個 Apply 這樣你的關鍵字就被抓出來了 你來看看 他有沒有進到你現在這個圖案裡面來 這樣有沒有了 這樣是不是又進入了 好 那 也許你的關鍵字 不夠多 也許不夠多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裡 我把這個縮小一點 有可能你的關鍵字因為不夠多 所以沒辦法把你的圖案填滿 還有有可能你的關鍵字 比較小 比如說你看我如果關鍵字比較小 你有沒有發現 我就只有這樣其他的那個範圍填不滿 那怎麼辦 首先你看這裡 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 這個就是文字的大小 所以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你的關鍵字的大小 從這邊調整 第二個 字不夠多 因為他預設一個關鍵字只能用一次 怎麼辦 不然 你自己重複一下 這樣了解嗎 好這兩個地方你打勾你就會發現你的圖是被填滿的 有沒有這樣就填滿了 所以有可能你會看到有兩個以上相同的關鍵字會重複出現 這樣會了嗎 這樣有沒有感覺 要做成這種圖片變得比較簡單了 因為以往如果你要自己做你應該知道 沒有三天兩夜阿妹那首歌唱不下去的話 做不出來 好 那你現在會了 把關鍵字填進去 也會重複了 可是圖案就不是我想要的 怎麼辦 改一下圖案對不對 來請到這裡 圖案的英文叫什麼 SHIP 有看到了吧 第三個 GIRRE 告訴他 你要選 來來來 點一下 他的形狀很多 你看喔 有這種 圖式的 對不對 Icon就是我們那個小的圖式 好所以你現在要變成哪一個你就點下去 他下面馬上就變了 比如說像我的是大腦的 點一下 有沒有馬上下面就變大腦的 這樣你覺得有沒有比較簡單 雖然這個沒有AI的成分 我這個範例主要是讓大家知道怎麼用 CHIP GT 像這樣的幫你收集關鍵字 好做圖案就 回到原來的 這樣會了 好 你也可以選擇他有內建有彩色的喔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些彩色的圖案 那你如果套用這些圖案 你的那個關鍵字顏色就變成這些圖的 原本的那個圖案的顏色 這樣了解 好再來你看第三個 有沒有地圖 有的人就想要把它變成地圖啊 如果你想要找台灣怎麼找 千萬不要找台灣 打T就好了 ST的T 因為你打台灣反而找不到喔 你打鍵盤上的T 你 有沒有看到台灣就在這裡 你打台灣反而找不到 你只要打一個字就好了 打一個字他就自動把你過濾好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 點下去 是不是 馬上就 把關鍵字套進去了 你有感覺到 有沒有省事很多 今天喔 好再來 我們再看一下 你還可以把它填滿文字 我自己打一個字進來行不行 可以啊比如說AI 對不對我們今天主題AI好Apply 他就把你的關鍵字填到AI這兩個字裡面來 這樣有沒有 文字填充文字也可以啊 是不是也是一種方法 恩再來 自己的形狀自己做 可不可以自己上傳 你如果我想要畫什麼形狀 比如說你們家的Logo 對吧 那我就用自己的Logo把它填滿 這樣是不是也很棒 所以 這個雲端服務真的蠻不錯的 他就是很有彈性 好 這樣形狀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好所以你找到你喜歡的就把它 放上去 就這麼簡單 嘿 今天今天 好 那 接著我們來看喔 剛剛 文字內容 形狀都解決了 可是 你 這裡面 你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有 字形的部分比較沒什麼好險的 因為中文大概就那樣子而已 好 你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叫方向 字形的旁邊有沒有direction 方向 什麼意思 其實你們的不見得會跟我一樣 因為我的已經有調過了 你有沒有感覺我的都是水平的 你們的是不是有直有橫有斜 對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他比較能夠看得懂 點到這裡 有沒有感覺 你還可以自己決定方向 水平的 垂直的 有直有橫 有直有橫有斜 有沒有都有 你應該知道 如果你要自己一個一個下去改這件事情 又是三天三夜之後的事 對吧 好 這樣會了 好再來 顏色你不見得喜歡啊 對吧 所以你改一下 點到上面有一個叫顏色 看到了 在這裡 顏色 好 按一下 你看這邊有沒有 現有的 不喜歡 就跟Windows的布景主題一樣 有沒有很多 有沒有很多可以讓你選 最下面的 就是這個 最大的這一顆就是底色 所以如果你看到白色啦 這個就是底色是白色的 看到這一種就底色是綠色的 這樣會了 所以你就看你要哪一個就點下去 你的 顏色 就變了 有沒有感覺上就直接變了 那如果這裡面 可能你有某些顏色不滿意的 你就自己來這邊直接自己挑 好 這樣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這種的 我們透過像這種方式 來做 有沒有變得很簡單 說真的以前要做這個很麻煩 真的真的 所以現在有AI幫忙 真的方便很多 那如果你都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但是重點是 如果你想要跟其他做合成 最好是像我這樣子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的背景顏色跟你們不太一樣 你們是有一個顏色的對不對 那你拿出來就是有顏色的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它是透明的 比如說我可能要拿到其他的 簡報啦 或者其他做合成 那最好就是變成這一種 你如果看到像這種格子就代表這張圖片旁邊是透明的 那怎麼讓它變透明 來你到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檔案 File 好點到它 看一下 有沒有叫Wallcloud background 這就是它的背景 你把它按一下 我們就可以來挑 你看它有很多預設的 這個圖片有沒有 或者是 上網找的 像在這邊 好 那如果你不要有背景 你可以幫我換到color 這個選項 然後呢把背景 設為這一種 賽車格的這一種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就是在color這裡 好把這個打開 這樣會的嗎 好這樣你就可以把你的背景清掉 那你 拿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背景透明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好那怎麼拿出來的 你看這裡 點到它 一樣導到這個file喔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save image save image 你怎麼拿出來的 存成圖片 來我問一下大家 請問 你想要 sd 還是hd 你哪有那麼聰明 s代表 標準的 有沒有 這個 高畫質的嘛 所以你就知道點下去 來 點下去 等一下 點錯了 好 不管你點哪一個 在這邊 點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後面有一些 圖片的格式可以選擇 請大家記得喔 如果你要透明的要選擇 PNG 千萬不要用JPG 因為JPG就是我們一般照片的格式 對不對 JPG沒有透明 即使你剛剛設的透明 很抱歉 他這把你添一個顏色進去 所以你要用一定要選擇 PNG 這樣會不會了 喔 這個很重要喔 你就可以把它 這樣子存起來 好 那 我跟你講 他更狠一點 他連影片都做好了 在這裡 你看 那我們剛剛在選擇 儲存圖片 有沒有發現有個選擇 儲存影片 那你怎麼知道儲存影片長什麼樣子對不對 來你看我表情點下去 有沒有直接變NP4 好 變NP4 那 影片到底長什麼樣子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 文章裡面有 在這 好 你看有沒有一個關子 一個關子跑出來 我跟你講 這個你用威力導演做看看 又來個三天三月 所以你要做完至少兩個禮拜 有沒有 雖然 是沒有什麼啦 但是 有他幫忙 你不用自己做 他就直接幫你生成影片 你就可以用了 這樣 有了解了 好所以第一個我們先讓大家體驗一下 其實你即使 我沒有用AI直接生成圖片 我光是請他幫我收集資料 有沒有就省事很多了 這樣可以接受 好